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门医院院长侯崇光 金门医院副院长陈根雄等人共同主持 院方表示 接下来金门医院将会有更多的医室人员建筑 硬体工程方面也有静检式改善工程 还有住宿型的长造机构的设置工程 到时候除了提升治疗还有检验量能之外 也能针对金门县高龄化老人照护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卫生平均大楼之前是属于办公用途 所提供的雅房每间大概是两到四人 而且没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卫浴设备 所以说它的居住品质不佳 而且也比较少缺乏个人的隐私 所以说为了提升这些住宿的一个环境 我们医院在去年110年以自有裁员编列了1300万 规划修缮我们太湖楼、三楼、五楼、六楼的空间 新增的大概新增套房式宿舍是7间 另外也完成18间宿舍的变更使用 启用后包括原有的宿舍 总共可以提供126位同仁的住宿 大概占我们整体的一个住宿量 大概占整体员工的四分之一强 每参加一次活动就表示 金门的医疗又往前跨近了一步 每一步其实对金门的医疗来讲 就是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只有汇聚了这一些一起的努力 才能更成就整个金门医疗的进步 当然我们晓得在乡亲的期待中 医疗永远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愿景 但是我们务实地在我们既有的规划中 来提高我们地区整体医疗的服务品质跟量的 医疗是所有金门乡亲最重视的一件事 县长也表示 县府在议会支持之下投注相当多的资源 而议会在预算上总是会急于支持 县级立委在立法院的关注 大家都是义无反顾 共同来投入协助金门医院的发展 进一步提高在地医疗的专业 医疗的量能 医疗品质 以及相关服务 让金门的医疗是越来越好 谢谢观看